大家好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是童文勋 这个复数票协会 张天爽董事长 他们创办的这个复数票协会 抱着崇高的政治理念跟理想 希望能够让中道中庸的声音可以出来 然后极端主义以及有很多的议题 只要没有票就不去处理的 这种腐败的政治 这些大小政客们可以被扫出政坛 那要怎么做呢 所以他们想到了一个 发想到了一个复数票 那我想早一天能够请张天爽理事长 能够跟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解释 他是怎么样去想到用复数票的问题 解决世界上的这些纠纷跟问题 然后呢 也解释他的理念 然后以及他现在已经做的进度 我知道他在美国有一个 比较小的一个地方 一个镇 正在做复数票的公投 正在推动这件事情 如果推动过的话 也就是说将来那个镇 选出来的代表以及镇长 那就可以用复数票的方式 来排除那一些极端的 大家不喜欢的 认为他的言论是极端的这种人 那可以让所有的意见 去往中间靠拢 那当然如果是一个成熟的社会 如果我们这个意见往中间靠拢 可能有监督的作用 有时候呢你在天平啊 你说我今天要矫枉 要不要过正 就是已经很糟糕的一个 政治的体系 这个状态 虽然说他听起来中庸 可是他就是不改变 所以可能不是所有的社会 都可以适用复数票 可是目前我们来看这个复数票 他做的这个民调 在上一集我们有讲到 就是在总统的选举的时候 如果你只有一票可以投 就是投给谁支持谁 你顶多不去投票 那所以有很多中间选民 到最后就放弃了 都是烂苹果不要去投 可是如果你的这一票 可以变成复数 你要嘛投支持 要嘛投复数 不可以有两票 每个人只有一票 但是你可以用复数的方式 把你不喜欢的人的 这个支持度给减掉 那真的很有效 就会导致目前看起来 民调是排在最前面的赖清德 就会落选 好那如果放在政党来看 我们今天来看 这个图请导播进来 这个图是 富数票协会直接问受访者 如果你要支持政党的话 请问你支持哪一个党 不谈有没有富数票的问题 就是你纯粹非常直观的 正面的问你 你支持什么党 那这个政党的支持度呢 你就会看到 就是民进党是第一 26.6 国民党25.8 这跟上次的政党票的 投票的倾向差不多 然后呢 民众党得到11.2 他目前在政党票上面 还没有超车国民党 然后后面分别就还有 时代力量3% 台湾激进 其他的政党3% 不需投票 还有上位决定21% 这个就是我说的 同文城安民谣中心呢 我们不去问他你还没决定 我们就直观的问他说你支持谁 结果我们往往可以得出一个 比较直观的一个回应率 所以你不会犹豫 你就会说你支持谁 好 那如果你给他一个 这种选项的时候 大家就往那边跑 这个可能是台湾人不喜欢表态 的一个现象 好 那如果你有付出票 你可以选择支持你喜欢的政党 或是把你这一票拿去减掉你最不喜欢的政党 那这会促进就是说中间选民不喜欢去投票这些人 对政治失望这些人行动起来 所以会增加投票率 那这些增加人去行使自己的复数票的结果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好我们就来看说如果你这一票可以支持特定的政党 你要支持谁 这个时候呢民进党会得到20票 如果100票里面的话民进党会得到20票 但是如果你有付出票可以去扣掉他的票的话 会有12.9 去扣掉民进党的票 所以最后的民进党得到的净支持率 会只剩下7.9% 那国民党呢 如果你叫他 就是说直观的你要支持国民党 很多人不喜欢国民党 所以国民党只得到 100个人里面他只得到17.8张的票 可是如果你有一票是可以当复数票的话 你要投给谁 选民就会 不是那么厌恶国民党 你第一厌恶的是谁 扣掉他的票 没有人要投给国民党 就是说你拿你的一票去扣掉这个政党票的话 没有人要投给国民党 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民进党 这很有趣 所以国民党得到了5.1%的 5.1张 就是100张里面他拿到了5.1张的复数票 所以他的净所得 他的净资产 他的政党票的净所得是多少票呢 12.78 好 往下看 民众党 如果你要支持他的话 有7.2的人会支持民众党 这政党票 如果你要有复数票 你有多痛恨这个民众党呢 只有得到3.1张的反对票 好 那后面等比的递减啦 然后还有尚未决定的 有19.6 所以也是很高 这是很可怕的 那所以民众党的尽所得 是4.1% 那所以政党票如果是这样的投下去的话 国民党会胜出 国民党以12.7%的支持度领先 还是第一大党 然后民众党呢 变成第三大党 那第二大呢 是民进党 他只得到净所得是7.9 所以可以这样讲 我们综合 让导播再让大家看一遍 就是复数票协会 所得到的 就是总统的支持度 以及如果有复数票的话 这个复数 谁拿到最多 一样是赖金德 所以我们来看两个复数票 并排比一下 总统票 但金德拿到12.6%的复数票 政党票 民进党拿到12.9%的复数票 是不是很接近 所以希望下架 民进党的民众呢 其实这个力量已经非常的 solid 非常的 不是团结 是非常的 硬挺 非常的坚定 这个力量 没有办法消除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如果说 在这一次的2024总统大选 有金酸美奖的话 那就是 赖金德得到金酸美奖 然后民进党得到金酸美奖 好 那 说了这么长 我要说什么呢 如果他得到金酸美奖 代表 赖金德 选上总统的机会 渺茫 只要非绿阵营 适度的团结起来 或选民 进行七宝效应的投票 那 民进党被政党轮替 应该就是在 明年 一月的时候就会发生了 好 那520登基嘛 所以一月的时候就会发生了 那这个对台湾的民主 是不是好事 就是国民党 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 要重新执政 我们对国民党仍然没有信心 因为感觉他就是 很软绵绵的 像麻糬一样 好不好 现在用食物在骂人 是不是 他像麻糬一样 那所以 才会有 柯文哲 就是一张嘴很厉害的 才会有柯文哲的空间 可是如果说 柯文哲真的要办招式大会 那还是国民党有传统的 动员的能力 柯文哲没有动员的能力 但是从柯文哲的 2014的台北市场选举 就可以知道 当时40岁以下的选民 已经没有政党倾向了 何况又经过了10年 在2024年的时候 选民更没有政党倾向 所以我们在做民调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去问政党倾向题了 虽然传统民调还是继续做 但是我们就不做这一题了 因为没有意义 更重要的是 你要不要进投开票所去投票 所以我蛮支持 付出票协会的理念 可是这样的理念你看一看 如果真的让他成功 台湾真的有付出票的话 那么这些政党 他们要躲到哪里去 所以所有的政客都不会赞成 要有付出票 因此付出票只能诉诸于什么 直接民主 一定得走过公投的程序 才有可能 修法立法 好 所以下一段我就要说了 那请问拿到金山美奖之后 影响最大的是谁 大家说赖金德啊 因为他选不上啊 我认为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蔡英文 怎么说呢 我们下一段进来 同温层 AI民调中心 2024大选不商转 募款起跑 拒绝民调 支持良心团队 AI机器人没有立场干扰 给您真实的民调结果 感谢您的支持 双十一特会开跑 JCR分离子能量发生器 释放水的天然力量 厨房专用型与淋浴专用型 同时购买原价位13778 双十一优惠购买只需要4999 新动不如马上行动 快上VTW官网选购 把握最佳优惠 我认为 民进党以及赖心得 拿到金栓美奖 得到最多复数票 也就是说仇恨值最高 可以这么解读 那受影响最大是谁 受影响最大其实是蔡英文 你说其他人也会受影响 对啊 现在还在选区域立委的人 民进党这个分派官 我有这么多人 可能贷款买了房子 然后失去了这个位置之后 要躲到哪里去 所以他们当然会奋力一搏嘛 可是奋力一搏有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大家看你这八年来 吃香喝辣 然后呢 完全没有吃香 大家回想一下 除了论文的问题 高端疫苗的问题 对不对 现在还有流感的疫苗 也跟高端扯上关系 你的厌恶度会不会很高 再来鸡蛋的问题 食安的风暴 你若什么都保障不了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正当人替 谁最适合来管理这个国家 用公式化的治理 所以 有时候我就会想 就是我们对一个人的厌恶值 可能是直觉的 可能是过去的刻板印象 但是这次付出票协会调查的这种 对于总统 以及对于政党的反感 你的付出票投给谁 这个反感度 我觉得蛮精准的呈现 现在社会的普遍 我们走到哪里 听到这种氛围感觉 那所以 政党再次轮替的时间到了 这对于深化台湾民主 是有帮助的 所以个人有个人的损失 可是损失最大会是谁 那一个人就算没有选上 也不至于要去坐牢 不至于要跑法院 这些区域立委如果没有选上 那就下次再卷土重来 再努力 反正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所以在这种政党竞争的情况之下 有竞争才有进步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好的 这个政策 对不对 而且这个时候在推动政策的时候 就相对容易 比如说我们现在推动移工的 相关的政策 拼命方方 讲了多少年的八十亮表的问题 就得到了一点点的进展 初步的解决 对不对 好 所以选举 在某种角度来看是好事 可以促成改变 好 所以蔡英文为什么会得到最大的 金衰美奖 受伤最大会是蔡英文呢 因为 他为二要考虑的事情就是 2024 他能不能安全下庄 时间已经非常逼近了 他还是总统 他也不会因为他的论文的真相 已经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 所以他就 他就 自己下台 好 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他都可以硬拗说谎 这么长的时间 他怎么可能会自己甘心下台 他唯一想的就是 我可以安全下庄 再来是 他下庄之后 在2024年 他下台之后不要被司法追杀 甚至政治追杀都有可能 对不对 好 那至少不要被司法追杀吧 马英九下台之后 他有多少案件 整天跑法院 那你可以试想 蔡英文如果整天跑法院 会是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马英九跑法院 大部分是国家的事情 蔡英文跑法院 大部分是他的论文造假的问题 请可以看 而且他涉及的层面有多广呢 我认为最严重的应该就是伪造文书 民事的赔偿倒还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伪造文书 然后再来就是非常的丢脸面 甚至我们在讲 我一直在讲LSE 英国端啊 他不太可能在蔡英文下台之前 把真相揭露 他会用尽各种方法拖延 为什么 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的校友 虽然没有毕业 但是也是他扶植的其中的 在全球的政客之一嘛 他怎么可能自己打他呢 不可能 万不得已被你逼到走投无物的时候 LSE也许还会坦白一下 这个在上次格达费的二儿子 在LSE的假论文假学位的这个问题 被揭发的时候 同样的 情况是同样的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蔡英文呢 他应该是躲不过了 那躲得过可以 可以怎么躲 如果赖金德选上了 那有可能赖金德 不管蔡英文 然后用论文的问题追杀蔡英文吗 以我们对赖金德的认识 这个可能性太低 甚至他们早就已经有默契或协议了 所以如果赖金德选上 论文这件事情 恐怕 封存的继续封存 然后司法这个干涉 置之不理的置之不理 拖延的或是自己主动结案的 所以蔡英文其实在在任八年来 其实他最攻击显赫的部分 其实是对司法检掉的控制 这一点他做得很好 虽然说他法律没赌好 但是呢 对于司法检掉的控制他做得很好 透过别人去控制 他在法律界有这么多的亲朋故旧 对不对 通通都放上去了 连他哥哥的小孩 他的什么姐夫 他的同学 他的前后任的这些学长姐学弟妹 各个都有位子坐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控制司法 然后至少保他在在位的时候平安吗 确实 你看彭正彭教授 他提了多少案子 然后几乎都是一路败 可是一路败的过程 彭P收集了非常多 很重要的资料跟证据 因为蔡英文是有点哩哩啦 他的律师透过他提出来的证据 往往是揭露揭爆 踢爆他自己的证据 这个是非常的诡异的 好 那所以LSE 如果说可以不再选前可以踢爆 可以盖棺论定 这个可能性很低 那如果LSE在1月 我们台湾大选之前 有更劲爆的结论出来的话 那赖金德当然是应声坠地 甚至连过去所谓的民营党的这个地板 都锁不住 那这个是赖金德的责任吗 我觉得非战之罪啦 但赖金德确实不是陈随便 那他的个人魅力也没有像当时蔡英文 可以横扫这些因粉的情况 所以他选起来的确比较辛苦 那又背着蔡英文以及新潮流这些包袱在身上 他当然就加倍的辛苦 好 所以还是回到蔡英文 所以很多人说 圣九长辈建议说 你是不是就蔡英文的这个论文的问题 再重新盘点一次 让大家就是记忆犹新 再盘点一次 然后印照 同一现在所找出来的一些证据资料 用我的方式来解读一遍 我说可以啊 但是这需要时间 要去爬书 现在所整理出来的这些资料 需要时间去整理 所以也许 我能够抽得出手来的话 我就做这件事 把我的观点分析 以及我的预测 跟大家分享 那下一段呢 我就来讲 其实 这个蔡英文因为上行下效 在林志坚的论文上面 到现在还有人在那边替林志坚报屈 他自己都已经放弃了 还有人替他报屈 我觉得这个 不讲究证据 不讲究体面 这个 这种是最要不得的 错了就错了 我道歉就好了吗 不是吗 那可是问题是连环报 在这一次的民进党的立委 参选人里面 又有两个人被踢爆 而且已经被提出检举 就是他的论文造假 抄袭 有的抄得还非常的离谱 所以呢 我们就来讲 绿营的人为什么这么迷信学历 而且是迷信假学历 因为上行下效 上面有总统是这样子 下面呢 就跟风 可是终有一天 这些事情该水落石出 就会水落石出 造假是一时的 可是造假被踢爆了 就是永远的 还要不要做人呢 还能不能做一个体面的人呢 我们下一段进来 统温层 AI民调中心 2024大选不商转 募款起跑 拒绝民调 支持良心团队 AI机器人没有立场干扰 给您真实的民调结果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的产品与众不同 具有多项特点 营电磁波 给您安心的使用体验 远离电磁波的扰动 让您拥有真正放松的夜晚 节能省电 环保省电是我们的宗旨 我们采用高效节能技术 为您节省能源费用 安全防触电 均温不烫伤 我们的床库 加热电 经过严格测试 确保安全可靠 给您温暖的同时 也让您放心无忧 X-PAN 为您打造一个 舒适温馨的睡眠环境 让您告别寒冷 与我们的产品 一同享受一个 温暖美好的秋天吧 立即购买 享受同温层专属优惠 拥抱秋天的美好 好 我们家的猫也在抗议 好 你继续抗议 就是假论文不可以 对不对 假学历报不完 那 最近因为 立委要改选了嘛 对不对 那高雄就有一位赵天龄 然后台南新盈 就有一位赖会员 这个都是民进党的立委 就爆出假学历了 那我们先来看赵天龄 赵天龄这个是 已经是中山大学有回应了 好 就是说现在我们会依法审查 那赵天龄的回应非常的妙 赵天龄回应了 他说我们自己比对了啦 我只有10%的相似度 离这个学校要求的12%的相似度 相去甚远 他认为说 我觉得我解读起来是这样子 我超10%而已 学校是说12%里内都可以容忍 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光是这句话就 非常的 不体面 要不直接说无耻吗 我觉得是非常不体面 我只能说超好笑的 超都不可以 哪有相似度几%就可以了 如果学校规定说 可以超12% 所以超10% 超9% 超11%都没有关系 可以过关 那中山大学是把自己的学术地位 拿在地上踩啊 当然不是嘛 他是说因为 比对软体 有时候会比对出来 比如说 你在交叉 比如说 你引述的论文 你比对的时候 软体跑出来会有一致的 可是那个是在你的注释里面 那不是在你的本文啊 所以绝对不是只有一个12%的抄袭当作标准嘛 或是12%的相似度当作标准嘛 不是这样子的 那一份论文是不是有资格过关 我认为是抄都不能抄啦 你就一整段照贴 那就已经是抄啦 那至少你要更正吧 而不是说 我只有相似度多少 光是这样的回答就非常的心虚啦 重点是他抄的还是中国的 的一些学术的报告论文 你觉得是中国的学术报告论文就可以抄 台湾不会发现 可是现在的论文 全世界的论文都是上网公开 你都可以查得到嘛 除了那一些少数的奇奇怪怪的 要封锁自己论文 比如说蔡英文 贵党的党主席 前党主席 现任总统 那要封存 或是不给人家看 大部分论文都可以找得到 好 另外一个人是赖会员 赖会员是民营党在台南新营的立委 好他还被踢爆了 而且我们请导播进来 看这个研究他论文的人呢 写的比对的 几乎就跟在写论文一样了 这么清清楚楚的东西 这样的学位这样的造假 还有什么可以讲的 因为非常好笑的是 他的摘录 他的论文的前沿 导言 序论的这一块 中文抄A 英文抄B 所以两个不是一比一的翻译 完全对不上的 然后两个都被找出来了 就是他抄的中文是从哪里来 他抄的英文是从哪里来通通被找到 我是觉得很简单 就像林志坚当时不敢去台大的学轮会 他自己去嘛 只要问你英文的部分 问你的研究方法 就直接就别看了嘛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那论里面讲什么 他也不知道研究方法是什么 就这么简单 所以赖会员直接让他去学轮会回答 为什么两个东西会不一样 就好了嘛 他甚至连英文到底写的什么都搞不清楚 因为他原来的学历就非常的低 如何能够拿到硕士呢 这个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疑问 心中的一个疑问 然后赖会员还有一个问题 赖会员据说是促成这个波波牙医 能够在立法院通过 让他这一批连台湾的考试都不用考试 就可以通过了 他自己女儿就是波波牙医 所以特权的部分要怎么解释 然后自己学位造假的问题要怎么解释 可是这就整个民运党啊 从上到下 现在还有什么层级单位 没有学位造假的问题 没有论文抄袭的问题 这个党还有没有一点脸面 还有没有一点羞耻心 赖兴德不是说了吗 他当党主席刚开始的时候就说 在论文的这个问题上面 他们要重演嘛 只要有这个问题的人 是不是又应该要让他们主动退选 那现在 对不对 这个两个人 刚刚好一个高雄一个台南 台南还是你的本命区 赶快叫赖会员退选吧 那赵天宁呢 高雄也赶快叫他退选吧 现在还没有登记 都还来得及 所以当媒体或者说去检举的人 在10月就做件事的话 其实是对于民进党的一个橄榄枝 至少不要让你还来不及换人的时候 那就是在那一区你就必然败选 好 我必须要提醒 就是在台南新营这一区 有民进党的创党的党员 也是我们非常尊重的尊敬的 魏耀前魏医师 就是跟赖会员同一区 他在选台南新营这一区 然后所以如果有台南的 这个新营的朋友们 请你们共同出力 来支持魏医师 我也会鼎力来支持魏医师 包括我们应该要帮他们 帮魏医师举行民调 在登记之后举行民调 这个也是我们想要做的 就在不同的议题跟这些主张 他的整个对于立院 以及对于地方的 有关于民生议题的一些规划 这些政策政见都出来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再来PK民调 会有很重大的意义 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帮他 来举行这个民调 然后也会用民调来调整 在地的这些诉求 好 那所以下一段我们还是继续来讲 那蔡英文怎么办呢 当你的党员同志都跟你一样 在假学位假学历的这个问题上面 连环报 那你在2024下台之后 能够躲得了司法追杀吗 这个司法追杀 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党轮替 如果没有政党轮替 也许你可以觉得老心在灾 司法追杀不会存在 甚至有人说 如果是柯文哲当总统的话 也许这个司法追杀 就不会进行了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下一段进来 同温层 AI民调中心 2024大选不商转 募款起跑 拒绝民调 支持良心团队 AI机器人没有立场干扰 给您真实的民调结果 感谢您的支持 双十一特会开跑 JCR分离子能量发生器 释放水的天然力量 厨房专用型与淋浴专用型 同时购买原价位 13778 双十一优惠购买 只需要4999 新动不如马上行动 快上VTW官网选购 把握最佳优惠 依据我们的民调 虽然是第一次 而且时间是在10月 那到了选前 民意如流水 当然会改变嘛 可是如果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认为赖先德 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 突破他的民调的天花板 民意已经很固定了 那么 柯文哲走向总统之路 或者说暂时不走向总统之路 而选择联合执政 也许是郭台铭出任总统 他出任行政院院长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话 那请问柯文哲会不会追杀 蔡英文的论文的问题 柯文哲在今年8月的时候 就已经斩钉截写的说了 他说新潮流太烂了 所以他当选之后 他会严查金流 再来就是他会彻查 蔡英文论文的真相 所以他说他绝对不会放水 这是他做的承诺 但是当然当选之后 会不会这样执行 不知道 但至少他这么说了 就像他当初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不是说有五大弊案吗 巨蛋的问题 结果当选之后 五大弊案变成五大案 甚至变成是自己的政绩 所以很难讲 可是至少他已经宣示了 他说他不会护航 好 那么蔡英文失去了 洛文的保护伞 就是因为他是总统 所以不受刑事追溯 可是一旦他卸任了 在五夜的十二点的钟声 一敲响的时候 他就失去了保护伞 我相信已经递进去法院的状子 被暂停不进行的这些状子 或者第二天白天 递进法院的状子 应该会如雪花般 这些信件 这些状子会如雪花般 纷纷的飞进法院 所以他的案件绝对是 可能比满酒还要多 关键是满酒的案子 有些事情你的检举函 就是一个捕风捉影 所以到现在他还是安全嘛 对不对 虽然说要面对这么多的 这个司法禅送 但是还看起来是安全下装 可是我怎么看蔡英文的问题 就是觉得那是死案子 已经有这么多的资料都已经出土了 包括他在还没有拿到学位 根本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他就去东吴教书了 那你怎么如何分身乏术 人又在英国 人又在东吴教书 而且他当时的学经历的填写 就很清楚他根本连博士的这一块 通通都没有 他是靠关系进东吴的 这可以想象吗 因为他是拿Henry Lewis奖学金 跟奖家的关系很好 他的父亲跟奖家的关系很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要进东吴 那简直就是抬抬手的事情了 因为东吴当时的校长 尤其是法学院 就是传说中 不知道是不是蒋经国的婚外 婚外的这个双胞胎嘛 对不对 所以是那时候是张孝慈 那张孝慈其实 张孝慈校长后来成为校长 他一直到死 他都没有说他要改姓 跟这个蒋孝岩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这个两兄弟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好 那无论如何张孝慈 就两度帮了蔡英文 一次是他从国外 没有拿到学位的时候 他就把他放进东吴去教书 而且竟然是怎么样 指导的是研究生啊 他没有办法教大学部的 他教大学部的话 大概台下的孩子 通通都学生都会跑光光 因为他没有能力教大学部 通通都是基础学科 那都非常硬的 法学序论 行种 民种 对不对 那你有办法上行述跟民述吗 当然不可能嘛 然后如果他去教什么英美法 或是英美法的英文 或是导论或是序论 灵環到今天为止都不敢出来讲话 所以他那个学位真的是 非常的委屈啦 就被学校指派的这个人来指导他 也不知道在指导的啥 如果他真的有拿到学位 灵環的论文就应该要fighting 要引述自己的指导教授 指导老师的这个论文嘛 对不对 也完全没有啊 这件事情只是让大家回想一下是这样子 那后来张教授又帮了一次蔡英文 发生什么事呢 蔡在政大 就是因为他在外面兼差 他又当政大的副教授 又在外面兼职当律师 他那时候也有在东吴上课 所以听东吴的一些教职员说 他每一次下课就急冲冲就跑到办公室 因为那时候没有行动电话 他就问办公室说 有没有我事务所有没有人打电话给我 有还是没有他要回电 为什么 因为他要处理这些法律案件 可是他那时候还没有律师资格啊 好乱搞 很爱赚钱 结果呢 政大有一些法律系的教授 我们都知道名字 就看不惯蔡英文这样子在外面兼职 我们本来就是 这个正职的教授是不能在外面兼差的 那要求系主任要处理 要求院长要处理 后来院长跟系主任 就协调了一下之后 蔡英文就承诺 承诺说啊 我不再兼差了 但是你们要协助我帮我升等教授 作为交换条件 诶果然呢 政大就帮他升等了教授 可是呢 他后来怎么做 他在他升等之后 立刻在那一年的暑假 地辞城 跑到东吴去了 然后理由是说 东吴现在成立法学院 然后这个院长 就是讲张孝辞 要我去帮忙 我已经承诺他了 所以他拍拍屁股就走了 那为什么要去东吴呢 因为东吴是私立大学 没有禁止教授 建差的问题 没有公务人员 公家的教授 公职教授 政大是公立大学 没有不能兼胎的问题 所以他就马上立马 拿到教授资格 就马上跑到 飞奔到东吴去了 这也是张孝辞帮他的 所以整个过程 包括他在 政大所递交的资料 他后续 他要律师资格考的时候 也要递交资料 这些所有的资料 都涉及了 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失 以及行使 不失的文书的问题 你说是不是又追 追溯权已经过了 这个有一些事情 可能追溯权已经过了 但是他持续的 在行使这些文书 包括总统大选 他持续的 在行使这些文书的时候 这些追溯权 有一些都还在 因此 我们今天在讲 他能不能避开 在2024年下台之后的司法追杀呢 我认为是躲不掉 那我们也期待真相大白的一天 重点不是蔡英文要不要赔钱 就是因为他 以不时的文件变成教授 副教授 这应该要赔钱啊 他还当过立委 要不要赔钱 之前这个李庆安是因为 他有双红国籍嘛 所以还被 有关于 立委的 领的这些薪资 要退还的这个问题 然后李庆华 他的 哥哥 好像也有学历的这个问题嘛 目前还在 逃亡中 好 那回来 那蔡英文怎么可以不被追杀呢 可是 民事的非常部分 我认为还是小 甚至要不要让他坐牢的事情 我也认为是小 我觉得 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 坦然以对 是假学历 就是假学历 那民营党可能要 当时到时候不知道 这个 他的党主席会是谁 这个很诡异的就是说 我们刚才一路这样分析下来 如果民营党 在这一次败选 以民营党的习惯 就是党主席要吃掉 蔡英文搞不好又回来竞选党主席啊 为什么不 他觉得他可以啊 虽然这些人总统 他还是可以在 他已经回过不止一次了不是吗 所以 他恋战权威 只要把持权力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有他不得不的原因 所以我们就可以静观其变 可是一旦政党轮替 我们得到真相的机会 总比没有政党轮替大 我只能这样讲了 所以政党轮替是好事 不管何时啦 只要政党轮替 我认为都可以对于台湾的民主深化有帮助 然后至少在我们在一次一次的辩论交锋 在不同的意见 不管是不是用霸凌的方式都好啦 就是在不同的意见在交流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学到很多 就像现在 有很多人来指教我 我们做的AI民调 就质疑说 为什么加权 为什么不加权 那个年轻人多还是少 要不要加权 我其实慢慢的看出来 其实很多人看不懂民调 所以呢 我会一次又一次的 不要一次太多 讲了大家会睡着 我们在粉专 我们在同温层的 AI民调粉专 也会一步一步来跟大家讲解解释 因为好不容易现在有很多人对这件事情有兴趣 那我们就来讲解一下 传统民调怎么加权的 那为什么黄友泰教授 他的研究的结果是 其实不加权最好 原味的最好 自然美 才不会怎么样得不偿失 你去加了这个 加了那个一堆变数统计了半天 看起来好像洋洋洒洒 一篇很慎重的报告 其实反而偏离到最后的底牌 也就是说真的总统大选投票的结果更远 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所以这篇报告 包括黄友泰教授的论文的下载的方式 我们也会在粉专上面介绍给大家 所以这是好事 因为我们可以朝对于民调的监督 对于民调的真实度 那怎么样来判断他是真实还是不真实 我们都在上面会有更多的 这个判断的能力 那唯有选民有更好的判断力 我们才能够避开 才能够辨识那些假民调 或者是公关民调 或者是想要洗脑的 就是问了这样的民调 其实是想要洗脑的 那通常结论也不公布 所以这种行销式的民调也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乱象太多了 那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公开透明 让民调的结果诚实 我们就不会带风向 我们就不会被影响 时归为大变 我们就可以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们下一集见 同温层AI民调中心 2024大选不商转 募款起跑 拒绝民调 支持良心团队 AI机器人没有立场干扰 给您真实的民调结果 感谢您的支持 SPA可以速冬筋骨 消水排种 让自动伤害远离你 但是你知道 当我们赤裸的身体放松时 自动加热的放料床 是一张充满电子波的垫子吗 SPA垫为了防止顾客受凉 都会在放料床上铺一张暖垫 试着用手指滑过中暖垫 你会发现微微凸起的异物 那是密布的电线 利用电线过负载发烫 产生的物理现象来发出热源 过负载发烫气息很危险 它是让电线一直处在烧起来的边缘 来达到发热的效果 这种电线通常使用期间也不长 因为高温反复的加热 让电线的包覆材料容易脆化 就会有漏电导致触电的危险 这种交流电的电台很常见 900到4000台币的价格 中国跟韩国货居多 但是呢 这种产品的电磁波 比运转中的微波罗还高 对身体的危害很大 现在在我手上的这个呢 是电磁波的测试剂 我们把它打开来测一下 打开来之后呢 发现它会有一个数字 那我们稍微转换一下单位 我们把它转换成豪高斯 会出现0.3到0.2再跑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数值呢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中 它有WiFi 想必有电线 还有其他环境中的电器 包括手机发出来的讯号 这些都会发出电磁波 再来呢 我们测测看手机的电磁波 好 拿出了手机 我们来看一下 就发现说 它的数值 也差不多来到 0.3 0.4的豪高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运转中的微波罗 它的数值是多少 好 把微波罗打开 按一下微波 好 我发觉说呢 大概9 10 11 12 数值差不多是落在 11 12的范围 好 那我们来测一下 一般的电毯 我们先把它电线接上 那一般的电毯呢 它是没有变压器的 就是这样一条电线 它就是交流电 好 我们把它插上之后 把开关打开 好 我们来测一下 它的电磁波 可以发觉 有到三十几 五十几 六十几 好 这边来到 刚刚甚至跳到八十几 二十几 三十几 其实数字非常的高 就跟一台运转中的微波罗一样 非常的惊人哦 除此之外呢 传统电毯还有烫伤的风险 所以它使用的警语是 只能当盖背 不能当热电 因为传统电毯在运作的时候 电线的温度其实是很高的 要是身体再压到电线的状况之下 等于直接接触电线的高温 很容易被烫伤 所以一般人使用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因此呢 严重烫伤的报导实有所闻 如果你家中还有这种传统电毯的话 建议你不要再用了 我们就赶快把它丢掉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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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